大家早晨 今早上港股市场分析 讲题是 好友应市态度移转审审 即是说我估计短期的反弹浪 就算未进入短期的末段 都进入短期的中段 这是讲短期反弹浪 为假设短期反弹浪已经开始了 小心点审审点 即是说要开始 不要这么进取 甚至迟一点 要根据形势发展 推高的指资位 逐步收回一些注码 等另一个升浪 即是说预计先有一个调整 完了之后再进入市 恒生指数阴阳足的日线图上 5天平均线 依然低于20天平均线 20天平均线低于50天平均线 但这个指数重新回到20天平均线上 重新回到20天平均线上 那站不站得稳定 20天平均线上 是重要的 因为站得稳定 很快 5天平均线 就会升破20天平均线 令平均线整体分配形势 全面向淡 这个情况是消失的了 这个队好有有利 那我们继续反弹 昨天恒生指数是见过16258 是自从1月22号低位14794 上升以来反弹以来最高位 所以这个高位比上星期四高位 16255就不是高了很多 可惜昨天成交是缩减 连续两个交易是缩减 都是在这里整固 看看可不可以向上突破 以及什么时候向上突破 如果是到了今天星期二 到了星期四开始之后 上午都不见向上突破 那就麻烦点了 因为到时 无论是场外 场内的期割期权 都到期了 OBV 有些回远之后 又回升了一些 但OBV 又小一点看 上星期四负778 昨天负789 是低过的 没有向上突破 即是说 昨天生指数获上突破 未获OBV确认 DMI附座分析指标 还是利淡的 称DI上升 升势方援 付DI跌势方援 即是上升 即是说 上升动力 没有再进一步增强 下跌动力 也没有进一步减弱 那就不是多好 希望一、两个交易 立即有改善 那我们看了这些 之后 我们看看 阻力线 之类 放大这张图 看看 OK 我们经常拿这一点 去年3月16号的高位是18175 和这一点 今天2号高位17135 拉来 左翼线 就是上升的刀 再升的刀 破不破都才是关键 但破不到 破不到 机会暂时都一半 暂时都中了一半 那这些反弹 你先当一个A浪 正常来说 正常来说 你当一个A浪 悲观来说 就当一个困户A浪 乐观来说 就当A中一浪 总有什么 就是在找一个反弹艇 的原因 和这个18175 拉来 那边是另一条 这是两条左翼线 还有当然 看了一个 以前也看过 再说一次 就是由这个 17135 跌到去 今个月22号低位 14794 非常重要的位置 是什么 我说过很多次 1624 大家都记得 就是0.618的流入式目标 必须要站在上面 后市才要坐围 否则 如果不能站在上面 不能站在上面 短线投机 就应该要把 开始把 分批枪的好仓 平了 走一走位 这样就会 好一点点 大家看着这位